嗨,我是時空探案館的古風女王VM,洋洋 救火,求上車,極限團 這不是在講什麼瑟瑟的東西啊 誒,想要抱團玩劇本紗 術語卻搞得你不沙沙嗎? 跟著洋洋看下去,讓你萌新變成老司機 上一集我們介紹了劇本紗的類型 在挑選好喜愛的劇本類型後 就要從社團或賴群找團加油了 每一個劇本會有不同的需求人數 要湊齊人才能開始遊戲 那要怎麼去判斷這個團的資訊呢? 接下來幾個名詞啊 可是抱團玩劇本紗一定要知道的喔 車 一起玩劇本紗的玩家就稱為同車玩家 開車 唉,先別急著鎖房門挑聽 在劇本上裡,開車指的是當你對你的劇本產生興趣 想要開團找人一起來玩的行為啦 司機 劇本紗開團的主要召集人 別想歪了 也有人稱這個叫做主 上車,加一 當別的玩家看著團 你很感興趣想要加入一起玩的時候 就可以喊 欸,求上車,加一啊 否則 熱門的團可是一下子就會滿了 我沒上車啊 拼車 同車 同車的劇本紗玩家比時間互相不認識 通常是在網路上揪團組成的 而這種拼車機制 可以讓人透過遊戲 結交新朋友 也是劇本紗快速端端的原因之一 跳車 原本就以上車的玩家 要遊戲開始前退出不玩了 這種行為會給同車的玩家帶來極大的困擾 因為劇本紗只要少一個人就不能玩 所以在抱團前一定要好好確認自己的時間 如果真的臨時有事必須跳車也要找人地步 才不會被列入黑名單哦 翻車 因故無法成團 或是在遊戲中體驗遭到破壞 像是 有人臨時跳車沒有捕人 在遊戲中推理卡關了 玩家太出戲或者走心 甚至在遊戲開始前被爆雷 這些都存作翻車 浮車 玩家推理卡關時 有主持人給予適當的提示來幫助推理 然而浮車可不是簡單隨隨便便 給關鍵字或線索那麼簡單 一個厲害的主持人 一個厲害的主持人 浮車時可是浮得不知不覺 不僅可以容物角色 還能陰到玩家於無形之中 噢 仙女車 仙女車就是整車的玩家都是女性的車 啊 若是加上換裝的環節 楊楊只有一個感想 真相 羅漢車 和仙女車恰恰相反 仙女車的玩家都是男性 就是所有為男 男上加班啊 皇帝車 古代的皇帝最讓人羨慕 就是他有後宮的三千家裡 而皇帝車指的就是 全車都是女性玩家 只有那麼一個男生哦 皇后車 有皇帝車 當然就有皇后車 一女多男的組合啊 這些機會從來不是屬於我的 休閒車 玩通宵的劇本沙團 哎喲 八夜不是叫 跑出來假扮王祖賢呢 因為劇本沙的常用術語非常多 所以楊楊將內容分成了上下兩集 這一集我們主要介紹的是和車有關的術語 在下一集 楊楊將會繼續為大家剖析 包含 板串 水龍頭 三刀兩讀 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意義 那我們就下面下集見咯 記得訂閱羊羊的頻道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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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咯